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say的频道 前两天我就做了一个性格测试 叫做NBTI性格测试 我这个人吧 平时之前是不怎么太相信这种测试的 我觉得一般那种测试结果说出来 是个人可能都有百分之七八十能对上 所以我不太相信那个 但这个做出来呢 我真的觉得分析的简直就是鞭辟入理 条条在理啊 所以呢我就后来又对他的逻辑背景 这方面进行了一个研究 然后我就越看越觉得 说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迫不及待的 想把NBTI性格测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顺便说一句 其实现在全球五百强的企业 有百分之八十都在用这个框架 来给他的员工进行性格测试 然后好觉得 这个人适合做这个 所以今天整个视频呢 也会比较就是会有一些互动 就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测一测啊 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同时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你的优点啊缺点啊 你跟什么人相处会更合适 跟什么人不太适合相处 然后能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身边的人 也能有个更好的人际关系 简单来讲 这个NBTI就叫MireBrick Type Indicator 就是以这个测试的创始人命名的 它简单来说呢 是通过四个维度 把人分成 每个维度里都有两类 所以就是二的四次 反正把人分成十六种类型 所以今天呢 咱们做完之后 你就会是这十六个里边结果中的一个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先来说这第一个维度啊 第一个维度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是外向还是内向啊 就是它是说你的能量一般是从什么地方来获取的 我们先来看几道题啊 第一题 现在大家想象啊 如果说你现在经历了一个特别特别劳累的一周 要么你上班特别辛苦 要么你刚期末考试完 或者就很累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去蹦迪 或者去party 或者去好好嗨一下 还是我自己回家 哎呦 打游戏 或者刷剧 就在这懒着啊 我们这样吧 做这个题的时候呢 一般我会给两个答案 然后呢一个呢 大家就记一分 一个就记负一分 当然你在做的这中间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的靠这个一 那么绝对 你就可以给自己比如说0.5 0.7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到时候咱们把这个分加总 然后就通过这个了 来看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类型 所以刚才那两个选项呢 如果你是倾向于去嗨去蹦迪的 你就给自己记一分 如果你是喜欢自己比如说打游戏 你就记负一分 好 这是第一题哈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就假设在一个很大的party上啊 就可能有很多陌生人 而这时候呢 你就被cue到了你变成了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焦点 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感到有一些尴尬或者不适 有些人呢可能就啊没事 我觉得很好 我就是喜欢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焦点 我觉得非常的荣耀啊 这种同学呢就记一分 如果你是觉得啊我非常不是 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不喜欢大家都盯着我看 你就记负一分啊 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道题 大家想一想自己平时交朋友的一个态度 你是更偏向于说 OK 大家这个四海之内接兄弟啊 交朋友嘛 对吧 先交个朋友再说 如果之后合不来 大不了再给掰了 还是呢你会觉得交朋友也需要谨慎 防人之心不可污 一开始呢 我还是要跟对方保持一些距离 等慢慢熟了 一点一点再亲近 你看看你是哪一个类型 那我在屏幕上还会再放几道题啊 感兴趣小伙伴也可以再做一下 基本上你做的越多 测的准的概率就会越大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做完了 我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把刚才那些分给加总 那如果你加完之后呢 你的分是一个正的 那你就更偏外向型 就是extrovert就是E 那如果说你加起来是负的啊 你就更偏introvert 就内向型是I 第一个呢 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虽然它不像大家平时想象当中的说 外向就是爱说话 内向就是不爱说话 没有这么简单 外向型的人呢 他们一般是会通过外界的刺激 来汇取能量 所以他们一般会跟人更亲近 比较喜欢表达和交流自己的观点 那你看啊 这种四海之内接兄弟 肯定是个外向的人说的话 对吧 他们一般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也会倾向于把自己的这些观点 都表达出来 爱说的人一般都会成为人的焦点 所以一般外向的人 他们也不太介意成为人的焦点 甚至啊 他们挺喜欢 就是感觉吸引到关注的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呢 就是外向的人 他们不是容易接受到外界的刺激 得到能量吗 所以一般外向的人啊 喝咖啡也容易更容易精神 还挺有意思的 那反过来说内向的人 内向人就是说 他获取能量的方式 更多的是通过自己跟自己相处 就在一些比较安静的环境当中 自己慢慢就能恢复过来 所以其实内向的人 不是我们平时想象的 就特别的害羞 完全不能出去跟人打交道 出去social的 其实有一些内向的人 他们的这个社交的能力也很强 但只不过啊 他们出去跟人 唠唠唠唠唠 挺长时间 他们就还得自己回家缓一会儿 才能缓过来 就是老这么说会让他们觉得很累 所以内向的人啊 一般相对来讲 就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 他们的娱乐方式呢 可能比如说自己看看书 打游戏 刷剧 或者自己出去独处 就这种相处的方式 所以他们平时也不是特别喜欢 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 包括想问题想事啊 都是一般啊 是他们喜欢想好了 再说 当他们想好的时候 他们说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他们是一个外向的人 这就是外向和内向 一个字母大家记好了啊 看你到底是意还是哀 在往下说之前呢 补充几个点哈 一个呢 就是这个只是说 你性格的一个特点 心理学家专有名词叫preference 就是你性格 你更偏好于哪一种 就好像比如说 我让你把胳膊盘起来 你是会这样是 还是会这样是 你看 我很明显就是这样是 就是你的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倾向 就跟外向和内向是一样 不光是这个 咱们之后做的那几个 不同的分类都一样 它没有任何的 好坏和优劣之分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 就是要对自己特别诚实 就是你是什么样 就选什么样 这个咱也不给别人看 尽量不要选 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了解了这几点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维度 第二维度呢 是看你是怎么样 去获取信息的 它也分两种类型 第一种呢 叫做sensing sensing就是用感官 五官去感知啊 我们把它叫做具体型 第二个呢 叫做intuition 就是说你是通过直觉 去获取信息的 你想象一下 你现在跟你的朋友 或者男女朋友吵架了 你在吵架的时候 你一般呢 是会更会揪那些 特别具体的细节啊 比如说 你为什么今天 12点38分还没起床 你为什么马桶三次不盖盖 你为什么扎上一只把子 扎上一只裤子 还是呢 你会更去吵一些 抽象的情感 比如说 你为什么脾气这么不好 你为什么把家里弄这么乱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懒 OK大家想一想啊 回顾一下自己吵架的 这些光辉时刻 OK我们先来看第二题啊 你想一想 你自己平时会不会去 想一些那种 挺有意思 但是有可能 不是特别实际的东西 三体啊 宇宙啊 黑洞 人类起源啊 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啊 如果你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压根不会想这种事 你给自己积一分 如果你说 这个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看那种 神秘的科幻的东西 你就给自己积负一分 OK那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当别人比如说 给你一篇文章 让你去审 你一般呢 是读读读读读 这个错别字 这个字不对 这句话语法不对 还是呢 你会先大概看一下 整体的框架说 OK大框还差不多 然后我再去具体看 好那我在屏幕上呢 还会再多放几道题 大家感兴趣 可以再自己 跟自己切磋一下 好我们介绍答案啊 如果说 你得到的是一个正数 在这个维度里面呢 你就是那个 具体型的 就是S型的 如果说呢 你得到的是一个负数 那在这个维度呢 你就是那个直觉型的 就是N 为什么是N呢 因为是intuition 那个I在上一个 不是被用了吗 所以这个呢 就用N来代替 OK那这个维度 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 比较具体型的 可以说你是通过 五官去感知 所以你会更喜欢一些 比较具体的 实际的东西 就比如说 你喜欢看一些数据 看一些数字 看得见摸得着的 不喜欢那种啊 特别抽象的东西 比如别人给你 讲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就说 你别跟我扯些 有的没的 别扯那些虚的 来举个例子 说点实在的 这样你基本上 就是这个具体型的 具体型的 他们一般更仔细一点 感知这种信息 都是根据什么什么 比如根据什么什么数据 根据我看到的一些事实 根据我过去的经历 怎么怎么样 那直觉的呢 N型人 他们平时就更抽象一点 就是那种 我觉得吧 我感觉 反正就是我觉得 我要我觉得 就是这种N型人 就多一点 直觉型人呢 他们喜欢 一些很大的想法 一般来讲 更有创造力一些 就是会喜欢这种 各种各样 不同的可能性 opportunities 然后big picture 这种感觉的人 所以他们一般 就更喜欢探索一些 比较抽象的 很大的东西 但很可能呢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不切实际 那就比如说 当不同的人 看到下面这幅图的时候 一般那种具体型的人 他就会说 OK 我看到了一个小伞 我又看到了一个箭头 我看到这个树 五颜六色的 各种各样的树干 那相对来讲 直觉型的人就是 我看到了一个森林 里边好像有各种 不同颜色的树木 但据我观察 大多数情况下 女生偏S的 会比较多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岁数大了 一般家里 都是那个妈妈在家 哒哒哒哒哒 那个爸爸就跟没听见一样 那也不在乎 那在人群当中呢 其实其他几个维度的人 基本上是五五开的 只有这个S和N S型呢会占大多数 差不多有70% 那N呢差不多有30% 这样 补一点口红 OK 我们现在做完两组了 那你就有两个字母 要么是ES 要么是IS 要么是EN 要么是IN 好 我们先来做第三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呢 就是说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更多的是通过你的 thinking 就是思考 还是说通过你的feeling 就是情感 这个呢 就是维基百科的翻译 我感觉它不是特别的直观啊 所以我用我的翻译 小林翻译法 就是你是感性型还是理性型 OK 我们还接着来 第一题呢 就是当一个你的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吵架了 或者他遇到一些个人的 就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 先听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想办法 一起帮他解决问题 这种就积一分 还是你会选择 我先体恤一下他的情感 你说啊 你这个事真是太不幸了 我也替你感到悲伤 就怎么办呢 这样的呢 你就积负一分 好 第二题 现在呢 有这么一个情况 你的一个朋友 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理论 你觉得他说的不是很对 但是呢 如果你反驳他 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这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 我不是很介意 跟他产生冲突 因为大家讨论问题嘛 你可以给自己积一分 但如果说你觉得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不争了吧 免得闹两个人之间 这个矛盾合并呢 对吧 这样呢 你就给自己积负一分 还有几道题呢 我还打在这个屏幕上 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再做一下 做完之后呢 把自己那个分加起来 然后大家算算自己的分啊 如果你是正的呢 那就说明 你是一个T 就是thinking 就是理性 行着 如果呢 你是加起来是一个负分呢 就说明你是F feeling 就是感性型的 理性很好理解 对吧 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 比较讲逻辑 一二三四五 一般也会比较客观 同时呢 在做决定的时候 也会考虑啊 成本收益 然后看这事做的到底 值不值 然后再去想 要不要干这件事 所以一般理性的人呢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他们比较冷酷无情 就比较严格 那相对来讲呢 感性啊 和刚才你怎么获取知识 那个我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个主要是说 当你在面对一些 比如说利益的冲突的时候 你是更会理性的做决定 还是更偏向于情感 但是情感不是说 你就意气用事啊 就想什么干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更多呢 是说你会从情感的角度考虑 更注重人和人之间的 这个和谐 你不太喜欢有冲突 更体恤别人 更关怀别人 所以呢 一般如果说 你问一个理性的人 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公平 他们会觉得 公平应该是绝对的公平 一视同仁就叫公平 那如果说感性的人呢 有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公平是一个 比较相对的概念 它是针对不同的人 应该给予他们 不同的东西 这样呢 才是最大的公平 所以就是 看你平时做决定 是更理性呢 还是更感性 OK 第三个字母是T还是F 我们现在有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你平时的 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 这里边也分两类 一类呢叫judging 就是判断 另一类呢叫perceiving perceiving就是感知 这是wikipedia给的翻译 当然我还是不赞同 我觉得可以把它翻译成 计划型还是灵活型 这样就好理解很多了 对吧 就是你平时生活 是大概什么样的 废话少说 我们还是先看题 好 第一题 第一题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己在平时 比如说做一件事 或者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你会更倾向于 就希望更多的事情 都在自己的控制当中 给自己积一分 那另一种呢 就是说 这个事好像也确实 有好几步 然后每一步呢 也都不是特别明朗 那我还不如走一步 看一步 走一步 多一些信息 我就更容易做决定 这种呢 就给自己负一分 好 那第二题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你平时呢 是喜欢特别准时 你跟朋友约吃饭 一点就是一点 绝对不1.05到 然后平时都 什么东西都挺规整的 也不落东西 给自己积一分 好宝宝 另一类呢 就是啊 我没什么吃个饭嘛 晚点怎么了 晚五分钟不要紧 那我就1.05到 1.07到 也没什么的 钱包丢了 钥匙丢了 丢了再补嘛 对吧 诶 平来讲讲 水来涂眼 看我活得也挺自在 好 这种同学给自己积一分 OK 那还有几道题呢 我也打在了屏幕上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再做一下 好 那我们做完了 先把这个总分也算出来 如果说你刚才得到的是一个正分 这种呢 就是比较有计划性的 就是这种J型的 那如果说你刚才得到是个负数 你基本上呢 可以把自己定义成一个P型的 比较灵活型的 那J型呢 有计划 对吧 很好理解 就是他平时生活非常非常的 有规律 有计划 喜欢什么事都给自己安排好了 就比如说你第二天要出去吃饭 前一天晚上 就把菜单都看好了 想好自己要吃什么 当然也不排除这是个吃货 还有就是这种人特别喜欢列那个list to do list 就是列表 每天今天要做1 2 3 4 5 6 7 做一件划一件 就感觉很爽 有的时候甚至啊 你都做完了一件事 就为了滑的那个爽 你还要把那个再写上去 然后就给它滑掉 这种人呢 就非常非常典型的J型的人 那另一派呢 就是比较灵活 比较洒脱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计划性呢 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打乱他的计划 就是如果说 他今天这个安排都安排好了 突然有一个人说 那我们出去吃个饭吧 大家就说我不吃 要不他即使吃了 他也会很焦躁 因为打乱了他的计划 但是呢 这种灵活性的人就不一样 他说来吃个饭 饭好吃 来我先去吃个饭吧 就是比较走一步看一步 每天活得也很潇洒洒脱 但他有的时候呢 就可能没法按时完成作业 会有这些问题 就这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生活状态吧 当然也没有说谁优谁猎啊 OK好 大功告成呢 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有了四个字母啊 或许你是INFP 或许你是ENTJ 或许你是ISTJ 你大家也可以留言 把结果告诉我 因为每个人的结果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可能也不太有时间 把每一个都分析的特别具体 所以呢 我在下面的信息栏里 把这个每个类型的一些特点啊 优缺点啊 一些资料 我打包放在下面了 这个呢 就是这16种性格的人 在人口当中的一个比例 有多有少 当然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 他没有任何好坏之分 就这里边比较有意思的几种啊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 其中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呢 就是当你是 如果是IN这两个搭对的时候啊 因为I就本身比较内向 就跟自己获取能量 N呢 又是比较靠直觉 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这想 所以一般I和N碰在一起 这种人就特别特别的 这个有一个自我的小世界啊 也很喜欢研究 所以有的也很聪明 很有意思的一点呢 就是现在最大的几个互联网公司 Flag 他们的创始人啊 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 然后LinkedIn的Reed Hoffman Amazon的Jeff Bezos Google的Larry Page 这四个人都是爱恩系的 然后爱恩系的还有谁呢 像爱因斯坦 过金 还有就是Big Bang里头的Sheldon 这些都是爱恩系典型的代表人 就他们就是那种 自己跟自己整天 这就是 好像比较有成绩的物理学家 很多都是爱恩系的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组合 就是TJ这个组合 T呢就是理性 Thinking 所以他们做事呢 就比较严格 根据成本收益 就不太会做那种 影响他们决策 J呢就是比较有计划嘛 对吧 就是judging 这种人一般也都 比较自律 比较严格 所以当T和J碰在一起呢 这种人一般就会 比较冷酷 自我要求比较严格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有些刻板啊 这种人 就是TJ 这个呢也挺有意思的 就现在几大球王啊 比如说这个C罗 比如说小贝 梅西 这三个人都是TJ系的 TJ系呢 也出了很多大企业家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Flag那几个创始人 也都是TJ系的 还有像Bill Gates 还有这个Warren Buffett 都是TJ系的 所以刚才说Flag的 这几个创始人呢 都是INTJ的 INTJ是不是比较适合当马农 有可能 所以你看这个 就跟他那个工作 就比较相关了 虽然刚才我们说 这些性格完全 这16种人 人人平等啊 完全没有优劣之分 但是呢 不同的性格人 他可能适合从事的 不同的职业也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在不同职业当中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 会发挥他性格上的优势 变成一个更强的自己 针对不同性格的人的 平均薪资做过一个调查 基本上你看哈 这个ENTJ是这里边最高的 然后INFP是最低的 当然也没差那么多啊 就是INFP 也千万不要那个悲伤啊 你们还是很有创造性的 所以呢 你这么看哈 我还特意数了一下 一般呢就是EXXJ 就是外向和有计划型的 在职场上 相对来讲啊 这个薪资会好一些 所以你看一般公司招人哈 都说我们希望你有 很好的communication skill 对吧 就是你可以去跟人交流 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刚才我们说 这些INTJ就互联网公司 可能很多都是这种 内向的人啊 然后呢 这种有计划型的 也很好理解嘛 对吧 一般在公司里头 肯定是希望大家都 能按规矩办事 如果你太屁呢 今天 我今天不想来上班了 我不来了 明天这公司文件丢丢了吧 这就可能就不太好 如果你是屁啊 我觉得如果你想进这种 公司上班的话 还是最好养成一些J的习惯 对于在职场比较有帮助 当然你如果你觉得 世界很大 你想去看看 哪天说走就走 就去旅行一下 可能也未必 不是一个好的人生啊 那回过头来说 人和人相处这块 性格会不会对人和人相处 造成一些影响呢 就是什么样的人 和什么样的人 适合在一起 适合结婚 适合做朋友 适合好的相处呢 其实这个没有说 一个特别明确的 一般来讲就外向的人和内向的人 他们其实还挺互补的 就不是说非得外向的人 才能跟外向的人聊得来 内向跟内向人聊得来 如果你是这种理性和感性 其实也是能相处的来的 包括你是计划还是灵活 好像你开始 如果你觉得 一对情侣 一个是计划型 一个是灵活型 可能不太能说到一块去 但其实很多情侣 都是计划和灵活这样搭配的 就可能计划型那个人 每天就做计划 灵活型那个人 就什么也不管 就跟着计划型那个人走 这样两个人也不容易打架 你说要是两个计划型的 这计划没计划到一块去 万一又碰上两个 就两个TJ和TJ在一块了 但是唯一有一点区别的 就是具体型和直觉型 就是S型和N型 如果一个特别具体型 和一个特别抽象型的人在一起 有可能会聊不到一块去 但也只是有可能 如果说你跟你女朋友 或者你跟你男朋友 是这两种类型 就没有任何意思 你们好好相处 和平共处 所以回头说过来 我觉得做整个测试 对我影响最大的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测试 更了解我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是ENTJ ENTJ就是比较严格 比较上进 比较理性 缺点就有的时候 可能会太强势 或者会不太注意别人的感受 比如说什么事情 我都希望能有一个 比较好的达到目标 或者能做到最好 所以有的时候 有时候会忽略别人的感受 我看完这个 我就知道 我之后跟人交流的时候 都会注意一下这些东西 我就好奇 我把其他16个都看了一遍 然后我就试图着想 我身边有没有人 能套进这个性格里 真的是特别特别神奇 之前有的时候 我跟同事相处 一起做事 就总是有一些东西拖 拖到最后一个时间做 然后就来不及了 我就特别特别 就是焦虑 我就想他怎么就那么不努力 他为什么就不想把这个事做好 但后来 做完这个东西 我终于意识到 原来他不过就是个屁 所以就释然了 因为其实人和人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做完这个 我觉得一方面 是我可以更了解我自己 然后也可以更了解身边的人 这样当他们做出一些 我可能不太理解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就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一下 只是人性格和性格不一样而已 没有任何的对错 那就可以让那个P 就是那个灵活型的人 去做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东西 然后让那个J 就是那个计划型的人 去做这个规划 总而言之 就是我做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好玩的 就了解自己 了解朋友 你可以猜一猜 根据刚才讲的这些逻辑 你猜猜你的朋友到底是什么 让他做一做 看看到底准不准 我在这个下面的信息栏里 也放了其他几个 这个测试的链接 大家有感兴趣的 也可以再做一做 有好几百道题 你可以尽情地去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性格 当然这个测试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 我觉得 我怎么这么N 就是它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准的 包括如果说你做出来 发现你在中间 你也可以两个都看一看 对吧 就说明你可能是两个中间的一个 好 今天聊了这么多 留到这儿的都是朋友 四海之内接朋友 所以留到这儿的呢 千万别忘了 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